在战场上的曾泽生身心士卒拥有作战 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将敌人打得仓皇而逃 在当时荣获了不少的佳绩 不过最令他难忘的并不是他的拥有指挥作战 而是党和国家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特别是毛主席在接见他的时候 毛主席在问他朝鲜战场上的情况 令他意外的是毛主席对朝鲜战非常清楚 并且连每个驻地和地名都清楚 每个问题都把曾泽生问了语无伦次 没一会儿就面红耳赤 在谈话会结束以后 曾泽生回到家中连忙对气子说 北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我要回朝鲜 其实他不是因为不想在北京多待 而是因为毛主席问了他很多基层的问题 让他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回答 想要尽快赶回去 将这些战况了解清楚 1955年在授贤仪式上 曾泽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并且还获得了解放军宣章 他的这些荣誉都是他应得的 我们能有今天和平的时代 都是新辈们抛头颅洒热血 在战场上奋战出来的 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 他们的作风值得我们顺可的学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下方请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